听众姐妹平安 上周主任就是7月30号 我有一个信息的分享 这个分享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是积赖了我差不多40年的追求思考和挣扎 也是各种的学习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音响是特别的浑浊 在当时还听不出来 如果听得出来我们就会赶快的调整 所以后来自己听了一下 觉得几乎可能对有些人几乎就没有办法听 所以我想在这里很快的做一个概要的提示 我自己是觉得这是很深的 里面有一种的负担感动 所以我就用最简单的方法 把每一张的投影片做一个提示 这样的话或许可以对弟兄姊妹有帮助 有益处 这个题目是叫做 我们是过河的族类 那在这个第一大段的意思呢 就是说想说明上帝的子民就是过河的子民 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把他的子民从这一边带到那一边 从河的这一边带到那一边 那是讲到西伯来书 这个称呼 西伯来书就是写给西伯来人的信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通俗的解释 那西伯来人呢 又是以色列人 又是犹太人 在不同的时候 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所指 他用不同的称呼 虽然戏字上来说呢 有的时候他会有彼此的这个重叠 但是基本上来说呢 西伯来人就是别人 外人 这是解经家告诉我们 对有犹太人的这样一个称呼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海外 我们称呼自己是大陆人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自己不这样称呼 是因为在海外的华人 是这样称呼呢 我们就采用了 所以西伯来人也是一样 西伯来人其实就是犹太人 就是以色列人 但是外人对他们称呼 有西伯来这样一个称呼 他们自己并不这样称呼 你我是西伯来人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区分 但是他的共通呢 其实都是跟神有关 所以保罗在 哥林的后书11章22节里面 讲到他们是西伯来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吗 我也是 而且保罗在罗马书2章28节里面 是讲到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进到神国的都是犹太人 所以的话呢 唐崇荣牧师 我们在第五章 这个投影里面引用了 唐崇荣牧师 《西伯来书查经》的 这里面的一段话 唐崇荣牧师说 西伯来人这个字 两重的意思 第一重的意思 就是那些游牧民族 无住处 无定居的人 这个叫做西伯来人 他们是游民 他们是移民 他们是外地来的人 所以这些到处游牧的人 就给他们叫做西伯来人 其实属灵的意义上 有另外的几经家告诉我们 这个不单是他们外面的 游宜 无定居 无住处 事实上呢 在灵里面也是这样 甚至有几经家说 他们就是在信仰上的wanderer 就是游荡的人 那唐崇荣牧师接着讲 第二个意思 西伯来人的意思 就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 从大河 不是从大陆 那边过来的人 那个就是大河 就是又发拉底河 从那边过来的人 这个人 这些人呢 就叫做西伯来人 是过河的人 那有很多的几经家 都有共同的 这样一个解释 有一位很著名的 成中刀牧师 他的有一本的解经书 对我帮助很大 叫做新耶稣信 读经讲义 成中大墓室 他里面就引用 我就引用了他的一段话 他说西伯来三个字 就是从那边来到这边的意思 犹太人被称为西伯来人 大概是因为 亚伯拉罕 从米索波大米 那边渡过波拉河 到河这边来 所以就被人称为西伯来人 本书名为西伯来书 可谓名副其实 就是过河 因为本书不单是写给西伯来人 而且书中上所讲论的 也是如何从旧约的那边 过到新约的这边来的意思 信息 政府和西伯来这个字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西伯来人就是游荡的 游这个无定居的散居的 西伯来人就是过河的人 那么从那边过到这边 从旧约过到新约 那最后是过到 这个迦南美帝 所以的话呢 从历史上 从民族的这个文化 习俗上 从灵里面都是这个意思 都是过河的人 所以呢 曾存道墓是继续的总结 我把它浓缩了一下 说这本书是写给没有见过主的下一辈 他们信道 他们信仰神的道 也懂得道理 但是不长进 这是陈中大墓师的原话 那么另外呢 他们也是应对时局和处境的艰难而亏心 甚至怀疑耶稣基督福音救赎的能力 能不能够把他们从这种的时局困境当中救出来 同时第三 他们是散居游荡 还有可能退回到原先的光景 就是说 他们如果想念从前的家乡 还有回聚的可能 这是 就是讲到 第一大段的意思 第一大段有 七章 这个 这个投影片 就是讲到 犹太人 西伯来人 就是上帝的子民 西伯来人 是上帝的子民 也是过河的人 也是神要带领他们过河的人 从一种的光景 过到另外一种光景里面去 他的整个的民主 就是一个过河的历史 过河的民主 第二大段 这一个小标题是说 我们就是过河的子民 我们是指谁呢 就是我们这些中国人 大陆人 新一代的基督徒 就是说的我们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圣经上所说的 那个过河的西伯来人 是在使徒时代 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新一代的基督徒 那跟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差异 有差不多两千年的历史的时间的间隔 是不是对我们说的 我们怎么理解 我们怎么知道 当时他对这个作者 对当时的西伯来人所说的 也就是对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呢 那这个在我们特别从中国大陆来的人 这样一个背景的里面 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断层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间隔 有这样的一种的 在理解上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第二段就是希望来 借着圣经 借着这些的分享 让弟兄们姊妹知道 希伯来书所写的话 就是对我们所写的话 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就是过河的子民 那么 第十章的 这个投影篇 是继续的引用 唐宗荣牧师的 《希伯来书查经》 所以《希伯来书》是一本 非常伟大的书 我们几乎可以说 如果圣经少了这本书 是不是很不完全呢 我们可以说 基督徒的教会 如果没有这本书 我们的信仰缺失了多少呢 所以说这本书 给我们的建立 给我们的认识 给我们对基督的了解 所带来的贡献 是完全不可忽略的 我很认为 我们是没有资格 很不配讲这样一本 这样一本伟大的书 但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么大 我们就尽可能的 把我们有限的思想 交在神面前 求主引导我们 其实唐宗荣牧师 还说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 他说我如果来讲希伯来书 恐怕会把希伯来书玷污了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 非常厉害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话 是讲到这本书的重要 这本书是非常的对我们的信仰 非常的重要 我自己是受希伯来书的影响 非常的深 几十年 这本书几乎在过去四十年里面 成为我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鼓励 而且是启示 特别是里面讲到 神的子民从自大的到最小的都必认识他 等等等等 这里面有很多的经文 经句是给我四十年里面巨大的 这样一个坚固 启示 提升 吸引 是因为有希伯来书 我才知道我不敢随便讲这本书 我最想讲的就是希伯来书 但是我最不敢讲的也是希伯来书 可以说希伯来书是融入了我的血液当中 那正是因为这本书重要 所以我对神 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救赎 很大一部分是根据 希伯来书的 那所以的话呢 因着我对耶稣基督的救赎 从希伯来书里面的认识 可能我又是新的一代 可能我也是散居的 所以呢 是我对教会的认识就不同 所以我就想起基督生讲了一句话 所以你如果是用一生的经历 要来认识基督 你也必须用一生的经历来认识教会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是其实不是很认识的 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唐宗如牧师讲到的希伯来书 这么样的伟大 他其实应该给我们带来提升突破 坚固和启示 对基督的认识 福音的认识 和对教会的认识 这个是第十章 这个投影篇的这样一个提示 所以十二章 对十一章的这个投影的提示 就是说我们 就是我们这些大陆人 我们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 新一代的移民也好 这个信徒也好 同工女性也好 我们其实都要过河的 在罗马书四章二十节里面讲到 算为义是为我们写的 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话 算我为义 就是为我们今天所讲的 所写的 比如在前书里面讲到 先知们对耶稣基督 在什么时候受苦 什么时候受死 八百年前在以色亚书 就在耶稣基督 但是八百年前就接着以色亚书 就讲出来了 但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 那些的先知们讲的是为我们 不是为他们自己 为谁呢 我们是谁呢 我们这些是这些大陆人 那律法写在人的心里 使人认识神 那希伯来书里面讲到 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 都比认识 讲白了 我们这些人其实不需要 任何的解经书 我们不需要别的教师 我们就可以知道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不知道 我们并不认识神 这里面就有个巨大的落差 滑坡断层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过河 我们没有过河 所以第十二章的投影是说 这个我们是过河的子民 其实是圣经的主线 两千年没有改变的 就是经历神的救恩 然后还要追求 这个成圣的这样一个历程 得着神的喜悦 得着神的奖赏 得着神的这样的一个称赞 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 招他们来的人 要称他们为义 所以我就在十二章投影里面 就是来分享 我在几十年的观察 思想追求 挣扎 争战的里面 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我们追求做属灵人 和属灵士 有一个怪圈 这个怪圈就像旷野一样 几十年出不去 那我就在思考 这是到底是个别的人呢 还是所有的人 这到底是时代的事情呢 还是圣经 主圣经从来都是这样 所以我就后来 就越来越清楚 这是一个神不改变的一条的定律 就是出埃及 过旷野 进迦南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不可能逃脱的 不可能否定的 不可能回避的 属灵的路线和经历 和在神面前追求的 他的一个历程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十二章图片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那么在新国际版圣经解经 这本书里面也提到 希伯来书这个字 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游荡 所以希伯来书也可以理解 写给游荡中的上帝子民的信 而不一定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信 这是原文 我把它翻译下来了 因为在我们这里 并没有长存的存 长存的存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存 这是这个解经的里面 假的引用的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 并且他说我们应该记得 旧约圣经是写给基督徒的 就像写给犹太人的 同样旧约的先知 是属于今天外邦基督徒的教会 讲白了 就是我们大陆基督徒的教会 旧约的先知就是我们的先知 他们就属于我们 就像属当年的犹太人 所以称外邦基督徒 为亚伯来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这些所谓的炎黄的子孙 我们信了主 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他是信心之父 那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一个犹太人 希伯来人的过河 就是我们今天大陆人的过河 每一个人都要过 每一个教会都要讲 每一个门徒造就 都要来训练 但是事实上教会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讲 没有这样的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对吧 所以第三 这是在第三个大的标题 就是在分题 就在第十四章 这一个投影的里面 是讲到大陆族群 怎么来看出旷野与过河 这里就讲了几个例子 这几个例子就是 我每个星期都会碰到的 各地的弟兄姊妹 同工领袖 福音朋友 他们给我写的信 他们给我留的言 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听众 他的反应 他说太激动了 感谢有一位祖类的姊妹 推荐 能够听到我的老乡 祝建牧师的讲道和灵修课程 我跟这位姊妹说 我看到了华人教会的希望 我已经很长时间 不怎么听华人教会的讲道了 也是靠着税渣勉强支撑 感谢牧师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躺出了一条血路 愿主大大使用这些 宝贵的属灵资料信息 造就教会信徒 所以你从这里面看到 就是这一位的这个听众 他已经在旷野的怪圈里 已经转了很久了 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 有一对牧主的夫妇 也是听到我 半年前听到我的讲道 叫怎么样能够走出旷野打转的怪圈 进入良性的循环 跟随圣灵过约旦河进迦南得地为业 所以当天他听完以后 圣灵就感动到赶快找我谈 所以我就跟他谈了 谈了以后 半年以后 我就跟他去又有一次约谈 我就问他情况怎么样啊 他就很有感触 他说自从有感动下决心走出 旷野的怪圈 眼前就发生并看见无数的上帝的云珠火珠 一直走到今天 发生了无数的奇妙的事 我坚信一定是可以走过去的 走出旷野的 到了那边就会知道这一切 我就跟他讲 是的 我走过这条路 你一定会走过去 当你走过去 你就可以带领别人来走了 这个就是出埃及 过旷野进迦南 第三位 就是我们在新墨西哥这里 一位教会的成员 他是讲到属灵的近视 他说我每天都期待发现 属灵的视觉和属土的视觉之间的区别 我在想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失去了属灵的视觉 变成了睁眼瞎 我自己知道 如果没有戴我的眼镜 我就是个瞎子 一些远近的东西 只能看过大概的轮廓 如此我寸步难行 因为没有任何的判断力 如果没有圣灵 不就是像我没有戴眼镜 对属灵的视觉也是模糊的 甚至完全是无视的吗 对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 只有一个大概 这一个大概的一个感觉 这个大概的一种的 里面的揣摩 其实我们不知道 但是灵修明白神子以后 认识内住的圣灵 你的眼睛就被打开了 你就非常自然的可以看见 你平时看不见的 对吧 那么林大亮牧师 也在他的灵命之多少 这本书里面 也提示我们 这是我悟出来的 他其实他的这一段话 就是对我们今天 所谓的旷野和过河的一个解释 不过这是我悟出来的 他的原话 是在下面说 为什么教会中有些多年的老会友 连祷告都不会 听到的时候只会打瞌睡 争权夺利的时候 却舍我其谁 为什么有这些 有些神学生 不能为主传信息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 常常学习 终究不明白真道 永远吃奶 不能吃干粮 其实林大亮的牧师就是说 因为不认识内住的圣灵 因为没有跟随内住的圣灵 因为没有操练人里面的灵觉 这是林大亮牧师这本书的关键的关键 我认为它是对中国教会的神学的巨大的贡献 所以最后作为结束 我就是谈到西方来书九章十四节里面讲到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次献给神 他的血气不能更能洗尽我们的心 洗尽里面的心 除去里面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 什么意思 这个话引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出埃及 过旷野 进迦南 得地为业 每一个阶段都经历神的救赎 神的大能 神的同在 神的这个帮助 你是不可能真正侍奉神的 是因为耶稣基督够大 他的救恩够大 他的血可以任何我们的犯罪 他都可以洁净 他都可以除去 以至于我们可以来 借着出埃及过旷野进迦南 这样一个属灵的救赎的经历 我们感恩 我们奉献 我们摆上 我们来侍奉永生的神 所以 侍奉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但是最高的层次 或者说老练成熟的层次 就是层次 就是因为经历了救恩 才会投入神国的侍奉 所以 刚才这些的解释 已经是花了二十多分钟 盼望呢 这个给弟兄姊妹 有一些的 这个提示帮助 因为我自己听了 这个录音的 实在是很难听清楚 所以的话呢 但是这个信息 我又认为是太重要 所以愿意来 跟弟兄姊妹 借着这个提示 这样一个 带要的这样的一个 分享 来帮助大家 盼望 从中国大陆来的基督徒 无论是他们在中国 还是在海外 但愿这一个时代的人 这一个时代的 大陆的弟兄姊妹 真的是 有大国的胸怀 有神国的胸襟 能够的出埃及 过旷野 进迦南 真正成为一代 是 这个在神面前 来 涌进神国度的人 而不是倒闭旷野的人 愿神祝福大家 阿们 都在帮助大家